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与大家分享的演艺人生平主角是李月清 李月清是1913年出生的 1997年8月26日逝世 李月清主要是香港粤语电影的演员 她没有怎样拍过粤剧,也不是一个粤剧雄龄 她在香港出生,组织是湖南 她的丈夫是著名导演李晨峰 而她的儿子应该更多人认识 她的儿子就是前例的电视 戏剧制作的总监李少红 她的丈夫就是 无线电视的监制王心韦 李月清在粤语电影里面 多数就是演一些慈母的角色 李月清和黄曼黎 马绍英 陈皮妹 容玉依 黎文 金露 黎卓卓 李善贫 高伟兰 徐医 和郑文霞等12个人 结义金栏组成了12金差 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 李月清仍然活跃于无线电视 和黎的电视 所制作的电视剧里面 在电视剧里面 她通常都是担任一些老角 一些老年的角色 譬如说她曾经参演过 麗的电视的 《大地恩情》 在《大地恩情》里面 她就做大河审 另外 《变色龙》 《变色龙》 她就饰演这个 龙婆娇姐 即是《撞龙》的娇姐 这些角色都十分贵贼人口 在1997年8月26日 李月清在香港病逝 享年84岁 之后 在这个红磡的世界殡仪馆 举行喪礼 喪礼以基督教的形式进行 之后 遗体下葬在 港岛的柴湾 华人永远坟墙 李月清的生平 就不是有太多资料 跟着 接下来 就 阿林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月清曾经拍摄过的电影 和他演出过的电视剧集 首先 就是 电影先 他曾经拍摄过很多电影 他第一套拍的电影就1937年开始了 1937年就是 制造国民 跟着1938年 有慈母女 1939年 南国梓梅花 跟着 1941年 就院士三雄 和天上人间 跟着 大都会 跟着那几年 42年之后 至46年 都是没有电影的 因为香港就进入了 日本侵华 因此就打仗没有电影 直到47年 就有狂风雨后花 小夫妻 天赐良缘 情擦白菊花 灑泪相思地 冷暖天鹅 和铁胆 然后就1948年 就有梁山伯 足英台的上集 《香归香暖》 另外就有 《黑合归来》 就《阿女》 跟着还有一套 蝙蝠大道 《万六丛中一点红》 《此恨绵绵无绝奇》 《望穿秋水》 《颠联倒逢》 《风月送云归》 《千里恩怨》 《伤人头卖母》 《红颜未老恩仙断》 《黄金世界》 《四凤齐飞》 《疯狂月老》 《金粉世家》的上下集 《仙童玉女》 《天下苦人心》 《七月落梅花》 和《本地藏丸》 接着就分享1949年 1949年李月清的电影作品 包括《断祥花》 《有冤无路嫂》 《熟山剑合》 《世宫活佛》 《木桂英》 《夜破床香栋》 《怪合飞天龙》 《不如归》 《滴清》 《月滴子》 《桃花旅斗法》 《满江红》 《六月飞霜》 《叶海痴云》 《碧海恩首》 《寶玉其远》 《寶玉其远》 《寶玉益亦情闻》 《封入龙楼》 《相依为命》 《金丝蝴蝶》 《悔解红罗》 《孤而救祖》 《桃花大合》 《海角沉冤》 《小青吊影》 《夜雕白芙荣》 《小合艾虎》 《陈世美不迎妻》 《血的子上集》 《红鞋亦大箭五龙公主》 《痴心女子》 《腐心寒》 《叶海痴云》 《下集大结局》 《孤而泪》 《武则天》 《相逢未满》 《白羊红女子》 今天和大家分享李月清的演艺人生 暂时又分享到这里 又要休息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娘频道 拜拜,下集再见